好,那我们开始上今天的课 今天我们只看一个主题 只有这个主题就是节点编辑器 那节点编辑器你在这里 这个地方要选的是第二个 compositing 那当你选完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这边各位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吗 是NodeEdit的这一个画面 那这边呢 是一个ImageEdit OK 那这边呢是3DView 这里 是一个 这个Properties 所以节点编辑器的compositing 视窗有这4个 好,那接下来请你注意看我的 按的动作 当我在这里按下Use Node 这点很重要 否则待会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一定按一下这个Use Node 这时候呢 它会跑出一个 这样的画面 但是我们其实没用过的人会搞不懂这个画面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这个画面呢 里面有一个输入节点和一个输出节点 那中间什么都没有 那你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没有 没有 没有看到结果 所以在这里请各位按一下F12 让你的成像稍微出来一下 那它会去跑这个成像的结果 那你会看到这里 这里的这个Render Layer 这一个节点 它会把你目前的成像结果放在这里 那Composite呢 是你的输出结果放在这里 那因为直接把输入接到输出了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那从这里你可以开启节点编辑器 记得按Use Node 接下来你可以按Add一些节点 那要Add什么节点呢 举个例子 用Translate看不太出来 我用Rotate 这里我用Rotate 我把它拉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线它自动变成两段 因为它认为你要插在中间 那这里它会说Rotate Bilenya 它有很多种旋转模式 那我们用Bilenya的模式 这Degree呢 我现在用30 那你会看到我们原本是 立方体朝上的那个立方体 结果被旋转 被旋转成大约是30度的样子 看得出来吧 那这个是旋转 那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节点你可以用 那举个例子 Translate就像你按G一样 按下G的时候呢 它不是会移动吗 那我如果这样弄 那你会看到现在呢 其实它又回到正常状态 它并没有任何移动 但是呢我如果这里按200好了 那你会看到这一个立方体是不是移动到很旁边去了 按得出来 应该看得出来 那同样的你会看到Scale 这一个就是相当于你按S 那这时候呢 我把它接过来 然后因为我没有接输入 所以现在看不到画面 我接了输入之后 你看到又是原来的画面 如果我把S轴放大两倍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原本 原本方方的立方体变成有点太宽了 非常的宽 那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它的输出结果 其实直接跑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也可以缩小 如果我缩小0.5 那它就变得很窄 那如果这边也缩小0.5 它其实是两边都缩小 本来这么大就变成这么小 那当然你也可以缩得更小0.1 这边0.1 那你的输出就会变像这么小 OK 所以节点编辑器有这种 可以把你的模型的场景 整个做某种处理的功能 那这种处理 以刚刚我们做的这几个范例而言 其实并不常见 因为你干嘛要用这个来做放到缩小 你直接在里面放到缩小不就好了吗 但是其实它最常用的不是在这里 最常用的是做后置处理 什么是后置处理呢 就是各位如果用过After Effects 那Blender里面的节点编辑器就相当于Blender的After Effects 但是它没有像After Effects那样子全视觉化的界面 它其实是必须要你自己想象一下 你才有办法去揣摩出它的功能和用途 那暂时我们先把这个Distort这一个功能稍微先看完 另外Flip 所以为了要示范Flip 我没有办法用立方体的 因为用立方体看不出来Flip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我在这边我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什么呢 加猴子头比较能够看出来Flip的功能 好 现在我加了一个猴子头 那我按F12 看到猴子头在这里 这里有个问题 好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输出的盒子头 但是这个有点小 Image Image View View Room一下好了 Room 8比1 这是什么 哇 这太大了 Room 1 1比2 好 这样子好一点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个画面 对不对 那你可以决定这个东西要不要 要不要平滑一点 如果我用这边的Smooth 猴子头会平滑一点 不会那么丑 好 按F12 你会看到 OK 猴子头被旋转的一个角度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示范的不是旋转 我们要示范的是Flip Flip的功能是这样 好 我稍微往下来 哎呦 Flip的功能是 我这边把它接过来 那 这边接过去 你会发现说 原本我们看起来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的 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的 结果呢 它被静色了 被静色了 变到另外一边去 所以Flip就是静色的意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的是 CROP 这个我有点忘记它是什么作用 试试看就知道 哦 不过我现在接太多层了 我直接把这一层接到这里来就好 那 CROP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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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Size 试试看 所以真的我搞不清楚它的功能 哇 看不出来 所以 这个 待会找找书看看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用 没有用过这个 那还有Displace Map UV 哦 这边都比较进阶了 这个 这个已经不是旋转收放的问题了 这边好像是截掉 这个是 是 重新放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那这个Map UV 应该跟UV贴图有关的 所以你可能可以在这边做UV贴图 Length Distortion 应该是那个镜头的那个扭曲 那 镜头的扭曲 什么扭曲 其实 在这边 可能 会做不出来 试试看 好 镜头扭曲 如果我Distort 变成 10呢 哦 变这样 看得出来 就变成一个 一个这种东西 会 外面有一个 圈圈框的 那所以 把镜头 变成一个 看多大 5度的东西吧 如果我写 0.5 0.3 就没有扭曲 那个画面没有那么 那么远 好 那这是 其中的 几个功能 好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个 还有很多个 但是这 接下来的这很多个呢 我们有一些必须要用影像 才比较容易示范 所以请各位先跟我一样做刚刚的动作 先用这个Distort 就好 先做 平移 旋转 缩放 镜射 然后镜头扭曲 这几个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待会再来说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